我們來看一下103年學測的填充H 這題其實出的蠻漂亮的 但是考場要想出來的確要花點時間 這個答對率偏低 這個答對率偏低所以用綠色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他說這個是正三角形ABC 各邊長都是1 我們以這個左側為重點 分析的重點 這個AB是1我們把它寫下來 角1、2、3分別是15度 也就是這個小的角度是15度、15度、15度 就有點偏旋了以後 這個裡面也會形成一個正三角形 那以之Size15度 它跟我們講4分之 6-2 它用我們去求這個裡面綠色的正三角形 它的每一個邊的邊 這個邊長到底是多少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左側這塊三角形 因為這個是15度 那全部角度是60 所以我們可以逼出來這塊是45度 好藍色這個是45度 接下來這個黃色三角形我們把它抽出來看 好抽出來看以後我們稍微做一個假設 假設黃色這一個這段長 還有藍色這段長 好那我們先把角度標過來 這是15度45度標過來以後 那可以知道對面這個是120度 好那又知道這邊左側這邊的長度是1 最長邊是1 那我們假設最短邊這個是x這個是y 好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對邊對角對邊對角 利用正弦定理我們把它寫出來 好黃色的x除以Size15度 好黃色的對邊對角 然後接下來是藍色的 藍色的對邊是y除以對角Size45度 然後接下來是1除以Size120度 那這個是已知值 好所以第一項配第三項我們就可以求出 求出x 那我們現在先求後面這兩項 第二項配上第三項交叉相乘 把這個Size45度乘上來 好算一下以後會變成根號三分之根號二 接下來x x的話是第一項和第三項交叉相乘 把這個分母乘上來 所以變成Size15度除以Size120度 乘出來化解結果以後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但是我們現在雖然知道 這個黃色的x還有藍色的y 但是我們還是想要求珠1這段長度怎麼辦呢 好那各位其實可以觀察一下 這段長b會等於這段長a珠 因為這三塊三小型是全等的 所以這個短邊會對應這個短邊 也會對應這個FC的短邊 好所以因此我們就把y整個藍色 剪掉這一塊的A珠 這一塊A珠會等於這個黃色 好所以相剪以後剛好就是我們要的珠1 所以這個長邊剪掉短邊 剛好就是我們要的珠1 好所以最後剪出來以後會變成 2分之根號6-2分之根號2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所求 這裡面這個小的三角形 正三角形的邊長 好等於這個紅色的答案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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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